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她的旧照 要打现在一种单红小花 没有艳丽的妆容 也没有华丽的服装 最重要的是在没有皮癌色的时代 宋祖英是真正的一样貌眼加裙帮 美得清新脱俗 虽然宋祖英已经功成名就 但她一路走过来 也是相当不容易 出生在湖南湘西湖障岩头在乡老债村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贫穷山沟 十岁时 父亲去世 家里的负担更加沉重 在宋祖英初中时 借文公团到学校去远 宋祖英大方得体的唱了台湾 祖国的宝岛 成功入选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 宋祖英在晚军等六个梦启动晚会上 演唱的一首《小贝勒》 故曾想 因为这首歌 宋祖英被央视春晚总导演黄一鹤看重 从而登上1990年的春晚舞台 当时她才24岁 大家都知道 因为登上春晚而爆红的明星处不胜数 宋祖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此后 宋祖英偏偏偏登上大舞台 名声越发显赫 俗话说 每个成功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同样的 每个成功女人背后 也都有一个优秀的男人 宋祖英的背后 也有这么一个男人 1988年 宋祖英在长沙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 当时她是节目的编导 对她心生倾慕一剑 忠情 从此掠意金手后 比赛结束后 罗浩将宋祖英介绍给著名金音乐家金雪林 恳请她收她为徒 金老师也被她艳阳群帮的表演折服 欣然接受 而这简单的交往 改变了宋祖英的一生 1990年 年仅24岁的宋祖英 凭一手小杯楼 在央视春晚中 一名惊人 赢得了满堂喝彩 自此 她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也成为央视春晚的常客 同时 两人的爱情也开花结果 在了解了她早年丧父 弟弟龙俩的家境后 罗浩没有退缩 反而更坚定了护她一生的决心 她和风细雨的关怀 最终赢得她的芳心 1992年两人低调结婚 结婚以后 她们过着复唱夫随的生活 她追随她到北京 默默支持她的工作 为她创作出《乡女多情》 《月亮花儿开》等 快智人口的歌曲 由于宋祖英全国的地袍 两个人婚后 聚少离多 她在外演出的日子 她替她细心照 撂着家人 让她无后顾之忧 因为她的包容宠爱 她才能随心所欲 结婚前十几年 她没有要孩子 一心唱歌 从中国唱到维艳的金色大厅 美国肯尼迪音乐厅 将中国名歌带向世界 好的爱情 总是势均力敌 尽管没有宋祖英那样辉煌 罗浩也在自己的领域里 取得了不复的成绩 她担任制片的雍正王朝 和恰同学少年 获得了空前成功 是业内有名的才子 当然 她们也是平凡的夫妻 又普通夫妻的幸福 2005年 结婚13年后 两人大龄生子 终于有了幸福的结晶 如音 退去舞台光环 52岁的宋祖英 只愿做享受天伦的小女人 她说 其实除了唱歌以外 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样 尚有老下有小 有一个大家庭 家里的事能照顾就照顾 我很享受我的家庭 我很爱她们 我们生活的很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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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牙 吃饭 吃 劲